各位,我們今天繼續講溫亞當 他想通水給白珍花聽 連戲幾天打電話給白珍花打不通 找他不到 今天,溫亞當索性抽時間 直接去到白珍花的事務所 白珍花的秘書艾仙雅一看就認出他 艾仙雅就說 對不起,溫參議員 白小姐出了國 他去了哪裡?去到新加坡 知不知道他住在哪間旅館? 住在香格里拉旅館 溫亞當馬上精神為之一陣 他想,馬上打個國際長途電話給珍花 警告他不要回來 誰知道白珍花這一陣在新加坡香格里拉旅館 遇到麻煩了 他剛剛沖完糧 一位旅館的試應生走進來 試應生說 白小姐,請問你今天什麼時候結帳呢? 我今天不結帳,我明天才走 哦,我還準備來收拾房 這套房間今晚有新客到 誰叫你這樣做的? 經理,正在這個時候 旅館的電話交換台來了一個美國長途電話 是在紐約市打來找白珍花的 不用問,這個電話一定是溫亞當打來的 華務員看一看,守在他旁邊那個人 那個人領領頭,說沒完就回答 說,對不起,白小姐已經結帳走了 其實白珍花根本還沒走 他已經訂了明天上回美國的飛機票 現在呢,他打電話去新加坡航空公司 想跟史蒂芬再訂一張飛去美國的飛機票 他說,我是白珍花 我已經訂了明天上飛去倫敦的一、一、二次班機票 我想再訂一張 好的,麻煩你等等 白珍花不是在這裡等嗎? 過了幾分鐘之後,那頭說了 白小姐是嗎?是 你訂的飛機票取消了,白小姐 白珍花吃了,害怕 取消了?誰取消的? 不知道,在我們的乘客名單上已經把你的名字畫了 那一定是搞錯了,麻煩你把我的名字補上去 對不起,白小姐 一、一、二次班機的票已經全部訂完了 哎呀,氣到白珍花不能出聲 他想,陶警官應該能夠處理好這些事吧 他已經約了跟陶警官一起吃晚飯 到時,一定要搞清楚究竟是甚麼回事 當晚,陶警官一早就來接他 白珍花跟他說了旅館和飛機票的事 陶警官聚一下肩膀說 這些恐怕是工作效率低下所造成的 你知道我們在這方面都出了名的了 這些事,讓我去處理吧 師弟分怎麼了? 一切已經安排妥當 他明天上午就能夠放出來了 然後陶警官用中文對司機說了幾個甚麼 汽車就立刻掉頭 走不遠,車向左一轉 轉了進去拉文德大街 過了一個街區之後 又向右一轉,轉了進去卡蘭巴魯 迎面見到有花尾公司和棺材公司的巨大廣告牌 走幾個街區之後 車又轉了個彎 白珍花就問了 我們現在來到哪處 陶警官說 無名街 車開始慢慢走 只見街道兩邊全部都是殯儀館 一間接一間,一排接一排 咦?前面正在舉人撞禮 白珍花就問 前面那間是甚麼? 是停放死人的屋 當地的人叫它做死屋 死亡不過是人生的必然歸宿 你說是不是呢?白小姐 白珍花猛一抬頭 見到陶警官那雙眼冷冰冰地看著自己 突然爬起上來 終於他們來到金鳳飯店 坐下之後呢 白珍花就忍不住問了 陶警官 你帶我去鱷魚場和死屋 是否有些甚麼原因? 陶警官就說 當然 我想鱷魚場和死屋是會使你感覺到興趣 因為你是為了搭救你的當事人 施蒂芬先生來的 白小姐,我們有很多青年人 正在死神面前掙扎 原因是由於毒品傳入了我們國家 我本來想帶你去醫院看看 看看怎樣治療那些吸毒者 但我覺得 應該帶你去看看那些生靈紋滅的地方更好 這些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 陶警官 那些不過是你自己的想法而異 陶警官黑起臉 白珍花也毫不客氣了 陶警官 我看一定是有人出錢收賣了你 哼哼 如果誰想出錢收賣我的話 那全世界的錢都不夠 講完,陶警官站起來 向前面一個甚麼人掩頭 白珍花禮轉身一看 只見兩個穿著灰製服的人 向著他這邊走過來 有個人就說 你是白珍花小姐嗎? 是 那個人馬上拿出證件給白珍花看 他說 我們是聯邦調查局 我們有逮捕證和引渡證 我們搭今晚半夜的飛機送你回去紐約 白珍花這樣就被捕了 白珍花被逮捕 莫米糕又如何呢? 哈哈 完全是出於偶然 莫米糕漏了網 為甚麼呢? 因為那天 剛好他外父世世一周年 他跟羅莎去掃墓 他剛剛離家五分鐘 有隊聯邦調查局的人員 坐著汽車 閃電地駛到他屋門口 與此同時 另一車人馬 非這樣就趕到莫米糕 在市區的辦公室 當你兩車人在兩個地方都做不到莫米糕 那便分別留在樹上來捕他 莫米糕掃墓 就已經誤了約會 決定打電話回到辦公室 重新安排約會 開車公路邊的電話亭 停下來打電話 他說聽接電話的人 那一把聲都不熟 不熟 他說自己是米糕 那邊的人還說莫先生不在樹 嚇到莫米糕當堂飄冷汗 他收了錢 馬上趕回到汽車去 羅莎見到他這麼臉色 就問他 出了什麼事啊米糕 不清楚 我開車送你去表妹家 你就在他那處 哪裏都不要去 就聽我的消息 莫米糕送了羅莎走 自己就去桑托尼開餐館那處 桑托尼就帶莫米糕 進了餐館後座的辦公室裏 他們莫米糕說 博士 你在這處 那些人就騷擾你不到 講完自己就走出去 莫米糕定了定神 就開始打電話去了解情況了 不到二十分鐘 莫米糕就知道是什麼事了 大難臨頭啊 搜查和族人的壞消息 接著來到 這場大難來得這麼快 來得這麼猛 真的令人難以自信 他手下所有的士兵和軍官 全部都被逮捕了 廚藏麻醉品的地方 就受到襲擊 賭場就被包圍 機密的帳目和紀錄都被沒收 一切一切就簡直好像發一場噩夢 那些警察一定是在黑手黨內部 哪個人那裡 得到了絕密情報頂 莫米糕就馬上打電話給國內其他的家族 那些家族就猛地問他 因什麼事搞得這麼嚴重 原因何在 這些家族也同樣受到沉重打擊 但是誰都不知道漏洞究竟在什麼地方來 但是呢 他們都懷疑漏洞就出在莫米糕的家族內部 拉斯維格斯有一個黑手黨的首領叫做卡迪羅 他代表黑手黨全國委員會打電話給莫米糕 所謂全國委員會是這樣的 他只是當任何一個黑手黨家族 是遇難的時候 那麼全國委員會就可以接替他的權力 就是一個這樣的機構 最高權力機構 卡迪羅說 米糕 我代表全國委員會跟你說話 警察現在正在圍捕所有的家族 一定是由上層人物告了物 聽說那個人是你手下的人 我們要求你在二十四小時之內找到他 做罰他 這個電話簡直是最後通牒來 以前 警察在搜捕的時候 抓到的僅僅是無名小卒 而這次 一個個高級人物紛紛落網 確是黑手黨有史以來的第一次這麼慘 莫米糕仔細地回答一下加迪羅的說話 他心想 他的估計肯定不會錯 自己的家族受的打擊最大 警察都在追捕自己 一定是有人向警方提供了真憑實據 如果不是他們 他們端端不會這麼大洞干戈 但那個又是誰呢 莫米糕叫一張儀樹 慢地想 竊物的人 一定要掌握到家族的內部情況 而這種情況 現在只有三個人知道 哪三個呢? 就莫米糕自己 和他的兩名高級助手薩華多 和約瑟夫 也只有他們三個人才知道秘密帳目收藏的地方 但是現在聯邦調查局的人 竟然找到那些秘密帳目 除此之外 另一個知道內情的人就是阿堂馬 阿堂馬已經死了 他的屍體已經埋在新澤西州公路旁邊的垃圾堆之下 莫米糕頹著坐著 想想他的思路又再一次集中在薩華多和約瑟夫兩個人身上 他實在難以相信這兩個人會違背誓言 向政府提供情報 他兩個人 一開始就跟他 是他一手揀出來的 是一手提拔他上來的 他准許他們放高利貸 開設妓院來賺外快 來發橫財 他們為何還要背叛他呢? 為甚麼?為甚麼?為甚麼? 當然 答案很簡單 為的就是想搶我莫米糕現在坐這張交椅 他們想搶走我這個第一把交椅 我一死 他們就可以取而代之坐上這把交椅 他們想聯手來做關我 莫米糕越想越火滾 他恨不得馬上去殺人 你兩個蠢豬竟然想推倒我 你們沒命看到這一天 是誰的 莫米糕此時此刻 最重要的頭等大使 就是為那些已經被捕的劉羅 辦理保釋手續 他現在最需要一個可以完全信賴的律師 柯唐馬已經死了 還有一個就是白真花 白真花 一想到白真花 終於莫米糕下了決心 他打電話然後坐在那裡等 過了十五分鐘 尼克就匆匆忙忙趕到辦公室 莫米糕就問他 尼克 出了甚麼事 尼克 我們市區辦公室 到處都是聯邦調查局的人 我開車轉了幾圈 按照你的吩咐我沒有進去 尼克 我有件事要你去做 好呀波士 甚麼事呢 我要你去照料一下薩華多和弱瑟夫 尼克當堂傻了 我真的不明白了波士 你先頭說要照料一下他們兩個 總不是說要我 我是說要把這兩個水公殺了他 你是不是還要我和你巨腾安排一下 不是不是 不要不要 不過我的意思即是說薩華多和弱瑟夫是你高級助手 莫米糕十身站起來 我雙眼好像噴火一樣 你是想教我怎樣辦事 是不是尼克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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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非常願意為你照料他們兩個 那甚麼時候呢 現在馬上就去 我不想讓他們兩個還有命看見今晚的月光 清楚了嗎 是清楚了清楚 如果我有時間我就親自去湯了他們兩個 不過我要給他們一些東西享受一下 那尼克 你要把他們兩個慢慢慢慢地弄死 聽見了吧 是是遵命 突然間 桑托尼匆匆忙忙推開門進來 只見他臉都青了 他說 糟了米糕 外面有兩名聯邦調查局的人 他們帶著大捕證上來抓你 莫米糕馬上對尼克說 你從後門出去 快 他轉身對托尼說 你告訴他們 我在廁所裡等著就來了 跟著莫米糕拿去電話 撥了個號碼 一分鐘之後 他就跟紐約高等法院的一位法官接通了電話 他說 喂 這裡有兩名聯邦調查局的人在外面 拿著逮捕證來抓我 啊 指控你什麼罪啊米糕 我不知道 我也不想知道 我現在打電話給你就是要你安排好保釋我的事 我不想在監裏面蹲 一分鐘我也不想蹲 我還有很多事要做啊 法官沉默了一下 就說 恐怕這一回我就無能為力了 米糕 事情已經進行到白熱化階段了 在這個時候如果我插手的話 莫米糕發火了 他說 聽著你這個猛人 好好的聽著 如果要我做一個小事這麼久的監犯 那我一定要搞到你這一輩子 剩下的時間 全部在監獄裡面渡過的 或者向對你這麼關照 這堂難道你想我告訴地區檢察官聽 你是幫我辦過多少案件是不是 那好吧 你是不是想我把你在瑞士銀行的存款帳號 告訴國內稅務總署 是不是 米糕 哎呦 拜託你看到上帝份上 不要這樣做 那你照我先說的去做 是是是 我盡力而為 我試一下 試一下放你的屁 一定要做好 聽見沒有 屈奴倫大法官 一定要做好 莫米糕啪一下就丟下一個話筒 原來那邊聽電話 那個是屈奴倫法官 就是那個杜茂岸然 勸白真花不要和莫米糕辦案的屈奴倫法官 沒錯就是他 那麼莫米糕此時此刻頭腦冷靜 思維敏捷 他一點都不擔心自己會坐牢 因為他知道屈奴倫法官 會十足十照他所講的去做 他也相信尼克 會把若薩夫和薩華多果樹的事辦妥 政府如果登不到他們兩個的證詞 那麼對他莫米糕就無可奈何的 莫米糕佈置好了 對著牆上面掛那面鏡 把頭髮向後面疏了一疏 整一整領帶 就走出門去見那兩個聯邦調查局的人 哈 就正如莫米糕所預料的這樣 屈奴倫法官 就將事情安排得妥妥蕩蕩 在他預備聽證會上 一位由屈奴倫親自挑選的律師 就請求保釋莫米糕 保釋今天五十萬美元 就得到批准了 當莫米糕大搖大派走出法庭的時候 地區檢察官燒落伯激到 整套戲這樣站在那裡 但是拿不出半點辦法 沒了他的苦 好 現在我們又講講那個尼克 他準備去殺弱身夫和薩華多 尼克此人智力很不發達 很蠢 但是對黑手黨來說他的價值 就在於能夠毫無條件地執行命令 乾淨企理地完成任務 尼克試過真刀真槍和人家打過幾十場 從來都不懂得那個怕字怎麼寫的 但是今天呢 他第一次就覺得怕 目前有些事是奇怪到使他無法理解 但是他隱隱若若覺得 自己對這一切的事多多少少要有責任 他經常聽到警察搜查和大批無族人的消息 那些人到處傳說 有個在黑手黨內很高地位的人背叛了 把黑手黨的機密洩露出去 雖然他是頭腦簡單 蠢而已 尼克他還是能夠把自己放走了阿堂馬 除後不久 就有人把家族出賣給政府這兩件事聯繫在一起看 尼克知道告密的人 絕對不是薩華多 也不是若瑟夫 這兩個人 好像兄弟一樣待他 也好像他一樣對莫米高無限忠心 但是他如果是這樣跟米高解釋 不就是自己拿來死 因為除了薩華多和約瑟夫之外 只有阿堂馬才有可能洩密 而米高就以為阿堂馬已經一命烏夫 尼克都不知道如何是好 他跟薩華多約瑟夫很老棒 以前 薩華多和約瑟夫都幫了他很多次 就好像阿堂馬幫他 尼克就報答了阿堂馬 放生他 結果就落得現在這樣的結果 所以現在尼克自己就暗暗警告自己 這次怎樣都不能夠心慈手軟 他現在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保存自己的命 他一旦動手殺了薩華多和約瑟夫 這樣就不會受到懷疑了 不過這樣 既然跟他們兩個這麼老棒 好像兄弟一樣 所以他決定不要折磨他們兩個 一槍就拿了他們的命 等他們痛痛快快地死就算了 就在當日行 莫米高接到電話 電話裡頭說 你是莫米高先生是嗎 你是誰 泰納上衛 莫米高知道 這個警察上衛是個個月暗中在黑手黨領取津貼的 於是他就說 是,我是米高 莫星,我剛剛接到情報 我想你或許會感到興趣 你現在在哪裡打電話給我 公共電話亭 好,你說吧 莫星,我發現大搜捕的原因 太遲了,我已經派人去殺他們了 蛤,他們? 莫星,我聽說是阿堂馬一個人告密 你亂說什麼 阿堂馬已經死了 你說什麼?阿堂馬死了? 他真的沒有死 阿堂馬現在在海軍陸戰隊基地 只是倒水地倒,把他知道的東西全部倒出來 你瘋了 他說你,我就知道 莫米高說不下去 他自己到底知道什麼呢? 他知道自己派了尼克去殺阿堂馬 尼克說已經執行了 哼哼 莫米高沉思了一會兒 他就說 喂,你能不能夠保證這個情報是準確無誤? 莫星,如果不確鑿,我敢打電話給你嗎? 好,我要核對一下 如果沒有搞錯的話,我要好好地來籌借你 多謝,多謝莫星 泰納上衛放下電話 是很可愛 整個心都疼了 他早就知道莫米高那份人 是非常懂得怎樣報答人的 這一次自己立了個大功 將來退休之後,錢財問題就不用擔心 他走出電話亭 秋風陣陣,非常涼爽 但他怎麼都猜不到電話亭外面已經有兩個人等著他 當他在他們兩個中間走過的時候 其中有一個就攔住他 一邊掩出身份證 那個人說 你是泰納上衛嗎? 我韋斯特忠衛,國內安全處 最高檢察官有說話跟你談談 那泰納上衛又下了網 現在說著這頭,莫米高他慢慢放下電話 他馬上想到尼克騙了他 柯唐馬還在人世裡 這就是目前一切災難的全部解釋 是他背叛了 而自己呢 他是派尼克騙殺弱失夫和殺華多 哎呀,上帝日 我,我多蠢啊 竟然被自己給錢請回來的不起眼的槍手 騙了 現在白白浪費了兩個高級助手 莫米高激到手腳都冷了 他拿起電話撥了個號碼 接通了,如此如此地說了幾句 就收了線 接著他又打電話 當他聽到尼克來接電話的時候 莫米高押著心頭怒火 使自己的聲音跟平時一模一樣 他說,這件事辦成怎樣?尼克 很成功啊,波士 一切都按照你的吩咐搞定了 他們兩個被我炮製到夠了 我可以永遠信賴你 派你為我做事,是不是?尼克 你知道就行了,波士 好,那麼尼克 我還有件事想請你幫忙 各位 你以前是莫米高要收拾尼克 那頭白真花又要回來 柯唐馬又在海軍陸線隊 倒水,把秘密倒出來 究竟後事如何呢? 明日再續 好,謝謝 謝謝